從車廂向外看沿路民宅距離輕軌真的好近 目測不到兩米 居民不管是騎車回家還是坐門口 翹腳乘涼來往乘客都能看的一清二楚 聽到輕軌提示音就能慢慢從家裡出來了 因為走到輕軌月台只需要幾步路的時間 你沒看錯就是這麼近 打開家門就是月台 高雄輕軌古山區公所站從房子往外看 列車幾乎貼著門開過 有住戶就像這樣 重滿盆栽增加隱蔽性 沿路的民宅外牆五顏六色 塗鴉彩繪讓遊客拍照 還滿多遊客他們經過 他們其實這邊很多那種彩繪的 他們都覺得滿漂亮 有一些客人會看到 然後因為這樣來 就是下一次就會走路過來吃 我把你車過也不好 等一下就來 我就要快點快來騎 車還沒來又跟車邊開港之類 也很方便 走出家門就有輕軌可以搭 附近住戶覺得便利 但也有人認為這一點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的就是 你有這個無障礙坡道 可是這樣一下來 走到這裡只剩下樓梯 常障人士每次到這邊 會沿著這個路 這個鐵軌這個路就這樣子出去 這個駕駛一定會 啪啪啪啪啪 這樣是不是擾到我們這邊 確實設置上面不理想 後續高級公司會再加強引導設施 以及動線指引變更 高雄輕軌古山區公所沿線 過去是火車站 如今變身輕軌 距離民宅短短一兩公尺 少了火車噪音 搭車變方便 是港都特有的城市風光 三立新聞黃啟超武惠山 搞什麼的